好 韩兵来看一下 这题我们昨天大概稍微讲了一下 这真是一个大丑闻 都是这么大的 这个日本的车器 丰田 投与他 马自达 本田 林木等等 他们在各式的测试当中都有造假 有这个什么噪音的造假 刹车装置的造假不得了 还有的跟安全气囊有关 这些会出人命 那日本交通部 这个召开了记者会 就全部抖出来 存在诈欺行为 然后你看到 这个6月4号立刻有所动作 日本政府派了官员 直接到丰田的总部进行搜查 动作很大 到此刻 丰田目前先公布 是碰撞测试方法错误 这个很严重 碰撞测试 牵涉到安全 据说这个调查还没有完备 目前只公布了部分 怀疑还有其他的 你看到丰田这么大 这么有指标性的 一个这个车器的一个巨头 大概有170万辆的车 受到认证的违规的影响 那丰田也出面道歉了 然后也承认了部分 然后他的股价崩跌了 大概有3%左右 那这个日本共同社 特别写了一篇特稿 说官员到一个企业总部 耐去亲自检查 这个在日本是非常罕见的 6月4号搜查了丰田 6月5号去搜查了三页 机车总部 然后这个 还有日本二号频发 他们的实质薪资 按年下跌又跌了 比三月再跌 连续25个月放缓 就是薪水越来越少 他实质薪资 当然跟日币 始终维持在低档的汇率 有很大的关系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他实质薪资很低 然后外国游客反而暴增 就是因为他那边实在太便宜了 那反而让他们 对外国游客越来越不友善 那可是日本这个作假的问题 这几年会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 因为 其实 我们以前对日本产品 是真的非常信赖 觉得职人精神 对不对 都觉得日本产品品质好 都觉得我们台湾人比较混 比较马虎 人家都是一板一眼 什么东西都做到好 可是你 现在这些案子陆陆续出来之后 你发觉我们 我们被日本骗了几十年 不是十几年 是几十年 他们有些案子是 几十年来都一直用这种 欺骗的方式来做 而且你看它不是单一事件 这么多家都造假 不是一家 其实这代表在日本的业界 根本就是常态 因为从几年前开始就是 一开始是 他们的一些光学仪器业 然后一些电子电信产业 然后食品业 那现在汽车业 机车业 全部中 对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 因为日本社会是一个同财压力 非常大的一个社会 然后他们对很多东西的要求非常高 就内卷啊 对 所以他们对下面的要求 上面的不管 我就把数据定出来之后 要求你下面达到 那下面人不敢跟上面讲说我达不到 所以就只好 我达不到可是产品又要出来怎么办 我就知道造假数据 改一下 那你认为说这种造假数据 如果上面真的有信要才会查不到吗 一定查到 可是 我就想到那个东电 海河水不是也造假吗 对啊 很简单 因为上面也知道你造假 但是上面知道你造假 他满足自己的心态是什么 反正你造假归你造假 我不要知道就好 就这么简单 那是你在造假 所以到时候我可以撇清啊 所以你看丰田张南 最近已经第二次出来道歉 因为光丰田已经连续被人家抓到两次 可是你认为丰田张南 你主持几十年 你会不知道你下面人几十年来都在造假吗 是啊 这就是我要说的 他一定知道 我认为他一定知道 只是他装作不知道而已 反正你弄出来数据漂亮 我车好卖 剩下关我什么事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道歉 其实上是很虚伪的一种道歉 那当然日本现在至少人家愿意去总部查 但是我怕的是什么 雷声大鱼联想 但我要问韩冰 汽车产业很特别 汽车产业卖的不但是品质啊 什么车速啊 内装等等 卖的也是一个形象嘛 当然 那等于形象整个崩啦 你知道 这件事情最吊诡的就是 现在日本这些车业 跟我们宣布什么 你知道 因为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比如说台湾的 台湾很多丰田车 Toyota是第一大厂 在台湾 然后结果呢 马上有一个宣布说 只有日本国内的车才有问题 海外没有 你相信这种事吗 有造假吗 我日本国内造假了 我是海外不造假 你确定会有这种事 你要知道日本是把 日本跟台湾相反 台湾是最好的东西卖到国外去 那日本是最好的东西都留在国内 然后你最好的东西的数据都是造假 你到海外的东西会不造假 你确定 你确定是这样吗 所以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件事情 我认为它海外的数据很多 中国大概也是不清不楚的 可是呢 它现在就是这样宣称了 我想大家不要看日本官方 现在去丰田总部搜查 你认为真的会搜查出什么来吗 大家不要忘记 日本为什么宁愿独排众议 惹得日本人的韩国 中国大陆都不高兴 硬要排核污水 他在户谁 他在户东电 他为了一家公司 他会去户 丰田在日本是多大的公司啊 而且代表日本在全世界的形象 但是日本政府这次开启者会一口气抖出这么多 很多人也给他们掌声啊 愿意把家丑拿出来 那问题就是 他有办法一直查下去 我预期啊 以日本的性格 我认为是雷声大雨点小 对 因为这个会牵动他们的GDP 会整个连累下去 现在股价已经开始下跌 但是大家都还在观望 我认为他们可能查的会非常快 然后很快就告诉你 是他配合的下游厂商不进不死 好吧 一定会这样 我跟你保证 绝对不是丰田母公司的错 一定是下面的一些厂商啊 个别的人等啊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得全世界的丰田车都要召回 那丰田直接破采算 对对对 那不得了 这真的是联动整个日本的经济 请委员谈一下这个嫦娥六号好不好 当然这是这个中国之光 他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科技亮点 比方说你看 这个这次他承担的责任 你觉得就是挖土而已吗 挖土很容易 当然第一个还是高温 这个我们昨天讲过 第二个你有想过吗 从月球 从地球遥控月球的嫦娥六号挖土 等于是38万公里之外 而且还在月球的背面采样 它是在地球遥控一台月球的挖土机 这个难度之大 人类史上的第一次 但我今天想特别请委员谈的是 我觉得很特别 嫦娥六号除了缔造各种记录 还有这个中国的荣光高光时刻之外 你看到这上面所谓的嫦娥国际范儿 对不对 它是个一加四的概念 那这次呢 它上面有这个法国的这个月球冬气侦测仪 有欧空局的月表负离子分析仪 有意大利的雷射角反射仪 还有这个巴基斯坦的等等之类的 但是很多国家都希望能够搭上这个嫦娥六号 所以我觉得利用一个嫦娥六号 中国大陆发挥了很多 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之间对接的功能 你如果对这个有兴趣 其实它就是有没有 帮你再一个仪器上去等等 大家分工合作 那你看到中国的各式各样的宣传稿当中 我觉得其实也是写得蛮谦虚的 说这不只是中国力量 这是我们一加四五国的力量 共同所完成的 你让这些国家都感到非常的有面子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人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磅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i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费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